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還有外交部 市長跟徐次長 部長好 次長好 次長我想請教一下 過去我們對很多友邦 我們都會送飛機啊 戰車啊 車輛啊 槍炮啊等等 這一次我們敦目出航 外交部有沒有賦予 什麼樣的特別的外交任務 有還是沒有 沒有特殊外交任務 只是一般的敦 我有的部分而已 沒有其他的聯繫 那請回 是 部長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這一份報告 是不是有如實的 把它呈現出來 比如說像我們返航 多了十幾天 有沒有像委員說的有機密的任務 有或者沒有 我們不把它定位成 全部都是機密任務 因為它是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大家都知道 敦目這個遠航訓練 本來就是軍事訓練 所以除了這樣以外 沒有其他的 是嗎 沒有去其他的地方 國家都沒有 船 有沒有接觸其他的 有或沒有 都沒有接觸其他的 沒有 純粹都在海上航行 海上 所以我們的船舶的日誌 像趙偉說的 是可以提供給大家的嘛 對不對 應該是 好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像委員 所說的機密的任務 那這是不是假消息 那這是不是假消息 不是吧委員 國防部之前 說要辦的假消息 這個如果沒有機密 另外一個 這就是假消息 有沒有 委員這各種不同的解讀 我們並沒有說 要去執行什麼機密任務 這不是解讀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們要辦 這是不是假消息 我們沒有 因為很多人都看到啦 新聞也出來啦 在媒體上面也出來 我剛剛去上了一個媒體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悲哀 我一直在講 強大如美國 他們都用良心 去保護他們的軍人 我們從口罩開始 加上這一次的事件 你知道外面 大家對國軍的看法 這個是回不來的 你們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讓這些事件發生 然後你們講得不清不楚 很多過去犯錯的 一直升官 他無所謂 你們今天要把他定位在哪裡 人家笑說 我們的國軍沒有辦法打仗 人家笑說 我們國軍每次都在說謊 我們給國人的印象 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的國軍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他們這些基層官士兵 他們這次奉命出去做這樣的訓練 不管國家上面交代的任何的任務或政策 他們都必須要去執行 他們即使染疫了都跟他們無關 回來他們染疫了 也不是他們故意在外面趴趴走 我想要請教部長 是誰讓他們在下船以後 不用經過特別的篩檢每一個 因為我們所有回來的全部都要篩檢 為什麼他們可以不要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所以誰決定用農委會的遠洋漁船的這樣子的方式 讓他們停留五天六天 他們就可以離開了 這是誰決定的 這兩個 我們當初是海軍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然後東木支隊 他們就比照農委會與月署 所以這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的 是用農委會的遠洋漁船的這樣的標準嗎 是嗎 根據海軍的報告 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依據這個 依據這個 農委會漁業署的檢疫的標準 所以這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交代的 對不對 30天 所以他們30天就可以下船 他們只要停留6天 是嗎 他沒有6天 他從伯留出來15號開始算 到4月13號 那種大家會算 因為那個先決條件 要沒有其他任何的任務 因為現在大家最關心的 他到底他的這個疫情是哪裡得到的 這個是大家最關切的 第二個我剛剛問到的 就是說 他是誰決定 他可以不用經過篩檢 因為像我們過去很多 從國外回來也好 任何的 包括你說像 這些遠洋漁船的 他們回來 其實他們都要做過相當程度的 一些檢疫對不對 他們為什麼可以不用 又是誰決定的 誰決定的 誰決定的 這個30天就是一個檢疫的標準 那30天是兩個14天 那在這個當中如果沒有任何的疫狀 按照這個規定 他就可以離案 所以他們剛好回去以後 18號才發病嘛對不對 是14天 兩個14天到他們是14號 年檢小組上去檢查 完了之後 14 15這兩天開始陸續有 部長那個大家都知道 部長 我們一直在講 今天 我們很期待 中華民國 有一個像羅斯福號的艦長 今天早上 我想很多委員 想要把它定位在哪裡 非常清楚 今天支隊長也講了 其實他們是有網上承報的 從我們的軍總改為司令部以後 艦隊指揮部 他接受 直接接受 參謀總長的指揮 透過橫山指揮所指揮 是不是這樣 作戰指揮是由參謀本部 這個算不算作戰指揮 他出去演訊 結訊典禮是他主持的嗎 演訊當然算 算嘛 所以參謀總長可以直接指揮 整個 戰略單位 對 所以這個很清楚嗎 可以 好 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們很多不要依側 剛剛像我們講的 因為他時間太長 軍人何必要說謊 從之前的烈雷劍 還有很多很多 包括像我們的電戰夾艙 還有很多受到指示 必須要這麼做的時候 到最後都沒有辦法援黃 我相信有委員 他的發言 是總統級的標準 剛剛我有提到了 如果你要訂定 假消息的這個部分 所有的要一視同仁 不管是誰講的 因為很多的機密 都比國防部先知道 而且都比國防部更早發表 難怪國防部要言聽計從 剛剛很多很多的名嘴 在講國防部 怎麼可以對抗蔡英文總統 因為他非常重視 怎麼可以對抗陳時中部長 現在大家都要順時中 居然你們敢 記者會不去 因為你們想要發起不服從 軍人已經給人家這樣的印象了 我相信很希望有人 可以為了我們整體的國家 還有為我們的國軍 還有為了應該有的 我們長期收到的 這樣子的軍人 應該有的一個風鼓 應該怎麼做 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做好 所以因為我們聽到4月1號 其實就有說 美軍針對美軍的航母 有針對對外有求援 也是我們委員講的 他說關島的疫情 只有台灣能救 我們看到這個路線圖 繞了一圈 其實距離關島並不遠 我們周邊如果今天沒有爆發 這樣子的疫情 今天如果我們這個敦牧之隊 出去除了敦牧我們的友邦 跟柏柳做很好的外交聯誼以外 我們如果可以對其他的友軍 尤其是美軍伸出援手 提供很好的醫療物資資源 我相信回來大家也會大肆宣揚一番 可是因為剛好碰到了疫情 你們也可以說我們是醫測 為什麼是醫測 因為你們連口罩都說得不清不楚 部長你說3萬多片對不對 每人一天你騙對不對 用45天計算 700多人 算起來你都要4萬多片 你連口罩都講不清楚 我們帶出去的物資 你會不足嗎 我們通常會加量 因為這是補給 我們現在要講的 很希望大家不要讓我們猜測 你有什麼樣的機密的任務 如果不是洩漏機密 就是假消息 國防部要一併的說清楚 很好啊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幫友軍 尤其幫美軍 身出援手 在美國 尤其是美國 我們這一次出去又可以展現戰力 演習演訓 釋放這樣的軍事訊息 因為對岸一直在釋放軍事訊息 如果我們也可以這樣釋放 這樣很好啊 這有什麼機密 難道在這裡不能講嗎 沒有 報委員 可能這個東間是認知的一個落差 那外面所講的那個機密 是指遼寧劍 那遼寧劍當天已經是公開資訊了 那我們這次所出去的細節 我們都沒有說 任何人我想都會知道 部長你說的遼寧劍 那個時間點不對啦 遼寧劍是後來 12號已經回來了 我們講的不是那一段 你很清楚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哪一部分 所以在這裡 因為也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們連檢中心是有疏忽的 所以像連檢中心這些連檢 像這一次的團隊 這是任務編組嘛 希望把這個相關的 它的人員可以把資料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 最後我還要再請教部長 大象走路 曾經我們國內的媒體 還有包括我們的委員 都有大肆宣傳 美國雖然它的航母染疫 我們還特別說有這麼強大的戰鬥機群 展現極戰力 結果這麼強大的戰鬥機群 現在哪裡去了 部長你知道嗎 委員是講羅斯福號 不是羅斯福號 戰鬥機 大象走路 部長不會不知道吧 這個強大的戰鬥機群 極戰力的這個部分 他們晃了一圈 全部回家去了 我們的周邊 除了沒有航母 沒有這些部署以外 他連戰鬥機群都已經 回美國了 我想要請教部長你的看法 B52 現在台灣的處境怎麼樣 我還是這句話跟圍報 我們自己國家自己救 我們會強化我們自己的範圍戰力 你知道總統 他有發布了一個 我們接受第一級的 這樣子的一個專訪嗎 總統有接受專訪有沒有 早上有 接受第一級對不對 早上有 那你現在要靠誰 美國航母也走了 然後他的戰鬥機群也走了 據我了解 所有周邊的國家 過去包括法國 包括澳洲 包括其他的國家 現在各國都染疫 大家把船全部都開 都已經封閉起來了 如果我們發生狀況的時候 接受第一級 我們的國家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還是有能力 然後區域的情勢 我跟委員報告 他們都有替代的一些方案 部長 我再次強調 美國連五角大廈 美國 他們本著良心 這麼強大的國家 他們都會想盡辦法 照顧他們的軍人 我們很期待 中華民國的國軍 有一個像羅斯福號的艦長 甚至有一個非常非常照顧 我們所有的軍事官兵的長官 我們中華民國需要自救 而不是靠他人來救 謝謝 我們會檢討經濟